附近面馆有不少的陆客 而陆客自由行 必到的景点还包括了东区 士林夜市还有新门町等等的地方 也让当地的店面租金跟着水涨全高 像是东区每亭就要一万五到两万五的价位 新门町也飙涨了六成 防重业者推估 随着观光人潮更多 租金还可能向上推升 一大球的雪花牛奶冰 加上炼乳和白芝麻 再淋上热乎乎的包心粉圆 每晚五十元 每天热销近千万 生意这么好 因为地点可是在人来人往的西门町 不到十五平店面租金得花十多万 当然业绩贡献最多的就是观光客 那我们在那边我们陆客的反应非常的好 大概单单陆客就占我们大概有30%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陆客大方出手当然得吃够本 也让店面租金跟着水涨全高 陆客几经士林夜市 让周边商店跟着聚在一块抢做陆客生意 还有港资一口气砸下28亿 把八间店面全部打包 准备开金瓶免税店 货租金充最快的救赎东区 每瓶一万五到两万五以上才能到手 西门町和士林夜市大约每瓶涨到一至两万元 这一两年来的这个租金的增幅将近有60%到70% 甚至有的到一倍的都有 租金贵翻天能不能随意两瓶还不知道 但地点好让店家盼望陆客人潮统统化作前潮 有限前站张凯一台采访报道